發揚神聖情查經法 我们之前曾经有一堂讲到 《诗经》和《诗经》的 大家可以上网可以看翻的 这里大约讲一些《诗经》学的原则 首先就是圣经都是神所启示 并不是人的说话 虽然是神将它启示赐给人 但是不是出于人 而是出于神的 而圣经的权威性和权并 就是圣经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 他的说话是大有权并有能力的 而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圣经的字句就是神想传递的意思 就是说当神说那样东西的时候 就是那样东西 譬如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巴利行出来的 他说就是普通语言的意思 巴利行就是巴利行 就不是代表另外的东西 因为有些人 大家可能会听过一个叫 《灵意解经》 就是他会觉得字面的意思不够 我要找一些特别的意思 例如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所以他有这样的生命了 其实这样的查经法是很有问题的 难道有个人会改他的儿子的名字 做忧虑、担心、没希望 有些人就改他做有爱心 他跟着有爱心 就是是不是一定的名字代表那样东西 有些人就会说 那七个执事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 这种的诗经 到底名字是否有特别的意思 这个是不肯定的 也有时他们会说 这个诚子代表什么 什么代表什么 但其实圣经的说话就是 讲明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不用去猜的 就是一个容易明白的说话来的 虽然有时圣经有些人说难明白 是因为背景难明白 但圣经的内容大部分是 你看到的字句 你是知它意思 有时有些 可能你看到的时候不明白 那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不同的译管 你留心去看的时候 都大部分是可以明白到的 那为什么有些难明白 有些是 譬如是预言 讲到一些象征性的图画 这些我们要等到它应验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但是圣经的字句就是 神想讲什么就是什么 我用一个比喻来讲 一个真实的事情 以前我曾经上课 那些是外国的老师来的 那些学生都是很喜欢玩的 就是外国人比较喜欢玩的 那我们就不是正式上课 是一种上一种课程 一种训练 那时候休息 休息就会有些东西吃 因为我们是给钱的 上课程 做一些食物 那他们就可以吃 然后就 完了之后 那老师就说 现在休息完了 回来了 有一个同学很搞笑 Do you mean it? 你是否这样的意思 那那个老师又搞笑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I don't mean it 其实这句话 它是搞笑 大家都知道它 就是老师说 回来了 你是不是真的 啊 不是真的 其实它是搞笑 我叫你回来 现在叫你回来 难道我叫你回来 即是你继续吃吗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就是圣经既然写得出来 它就是想讲什么 那句话就是它的意思 就是你看到它字面的意思 那有时有些代表性的 我们都在圣经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这个也是另一个经文的意思 还有呢 是用圣经时代的字意和文化 就是比如有个例子 就是英文这个字基 那这个字呢 现在来说呢 就肯定跟一百年前人同 一百年前基就是开心的意思 但现在基就是同性戀的意思 譬如有个人很开心你说 Are you gay? 他看看你 他说我不是gay 但是呢 在一百年前 Are you gay? I am gay 他说 但是呢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很开心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是看当时圣经的字意 正如我们看唐诗 是要看唐诗的时代 唐朝的时代 那些字词的意思 同样圣经也是 而我们是可以查 英文的圣经可以查 这些 亦都可以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 英文对照圣经 那查这些呢 如果你懂英文 比较好些的 不过我都见过是有希腊文 然后对照英文 然后对照中文的 那这些书呢 都是会对一些人想研究 圣经有帮助 而呢 那些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呢 是有 有一个叫strong number strong 即是强壮 但这个是人名来的 就是那个人呢 就将圣经所有的字 编上一个编号 希伯来文 够印的就是用h hebrew 新的就是用g 然后跟着四个数目字 就 四个数目字 就是你比如你查到 g1234 那你放上网 g1234 他就会有一个呢 就是会说出 g1234 有时候刚刚撞上其他号码 但有一个呢 其中你会看到 是有圣经的bible 那你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那个字 是什么意思 和在圣经哪里出现 它是会给你知道的 和在圣经出现呢 虽然同一个字 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例如 旧约的灵那个字 圣灵那个灵那个字 也是封的 所以有时呢 那个字是翻译做封的 有时是翻译做灵的 所以呢 他会告诉你 这个字在这个经文 是翻译做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都会帮大家 当你研究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想知道它的原文是什么 那你可以对比 还有一个东西 想告诉大家 就是 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 其实 是很多地方都很准确 不过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 那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 就是你不是想这么详细研究 你就查 英文圣经对比 就是已经会看得到的 而英文圣经呢 也都是有一个spectrum 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 就是说 它有些是最准确 有些是意译的 最准确呢 通常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一个New King James 这些都是比较最接近的原文的事情 意译呢 就是说将个意思转了去 就是 就不是将它字翻译 而是将个意思翻译 比如说 人面桃花相影哄 如果你回去做英文 你照字面解 你照字面解 你照字面的时候 这句也可能可以的 有些 唐诗 有些句子 或者有些中文的句子 其实你用照字翻译 是不太触碰的 我现在忽然想起一个例子 但是呢 它是需要意译的 在那个时候 所以 有些人就会说 我想明白的时候 就有些意译的圣经 但是呢 你想真的知道原文 就要用这个 就是比较 King James那类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这些圣经 来帮助大家 去了解 这个经文的意思 比如 其中一个经文 就是 我都很惊奇的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翻译做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在永生 神力震度上就是他身上 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在永生 但是呢 原来原文就是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从主的人 子的人得不在永生 是不信从的 但是呢 因为有些人的神学就是觉得 那些人上到天上 是他没有信耶稣 不是因为他的罪 而是因为他没有信耶稣 其实两个都可以 人可以信耶稣 而他在罪中 不悔的时候 罪的功架是死的 是可以叫人家沉淪的 在《加勒太书》 《加勒太书》第五章说到 行这些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如果这个人犯罪 一直犯罪 不悔的时候 是信若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但是我们是信耶稣得救的 记得信耶稣得救 但是真信耶稣呢 信心是有行为的表现的 就会有生命的果子 如果他没有生命的果子的时候 他的信心是死的 即是说不是我们的行为 叫我们得救 是信心叫我们得救 但是真信心是有行为 而一个人在罪中 无论他信不信耶稣 如果一个人信耶稣 但他们会骗人的钱 他会杀人 他会犯奸人 那你会说 这个人说信耶稣 到底他是不是真信呢 那你会疑问 他到底在神的里面 他没有关系 他信耶稣做好人 不过他不祈祷 他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系的时候 那你也会说 这个信是否真信呢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这个错案的解释 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这句说话是真理 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 真理的另一部分就是 信心是一定有行为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当人只是有信心 而没有行为的时候 是有问题的 但是行为永远不是得救的方法 所以这个中文性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有这样的错误的地方 其中一个呢 在罗马书那里 都比较严重的 那里就讲到 没有律法的人呢 就必不按律法滅亡 那这句说话 就好像他们不用滅亡那样的 必不按律法滅亡 但其实他的原文呢 翻译英文就是 will perish without the law 是会在没有律法之下沉溺 就不是必不按律法滅亡 而是说在没有律法 再没有律法的状况之下滅亡 OK 好了 那释经也都要上下文相符合 上下文的意思 包括那段经文 之前和之后的经文 和改篇书 和全本圣经 那我们借先所讲的这个经文 必不按律法滅亡 和必在没有律法的状况下滅亡 那你要看全本圣经 圣经是没有讲到 这些人会自动得救的 那我们就用圣经去解释圣经 好了 圣经一定要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 不可以是有些 因为有些人会以为 死后是有第二次的机会的 那他有些经文里面去看的时候 在彼得书信公里有讲到 耶稣復活之后去到地狱那里 那个经文中文翻译做 去传道给那些人听 那有些人就以为 他去到那里传道给人听 但其实那个字呢 是可以翻译做宣告 可以是宣告他的得性 而不是去传道给他们听的 在彼得书信公里有讲到 他去到地狱那里传道 但是呢 那个字的翻译就是那个意思 原文的意思 那就是说呢 我们要整本圣经来符合 不能够牵强的 不能够牵强来解释我们的经文 另一样呢 就是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来源和基础 不是人的思想 人的感觉 或者教会的传统 譬如有些人说 没有四年充满的 或者呢 现在没有医治的 这个是一个传统 但圣经是说了 信的人哪有神职 除了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 而什么时候有呢 耶稣是说了的 你会往普天下 要传欢迎及万民听 卯分十六章那里讲到 然后呢 就说信的人哪有神职 除了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 还有守我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是讲到基督徒是有这个权命的 并且呢 在临前十二章也都讲到 有医病的恩赐 有行义能的恩赐 便灭诛灵的恩赐 都是超自然的恩赐 所以圣经是没有说到 这些恩赐会停止的 所以有些人呢 他建立了一个教义 就是说这个恩赐终止论 就是说恩赐会停止的 那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支持的 这个是 就是一些人的想法 好了 之后重新的基督徒才能够 针对明白圣经 意思呢就是说 譬如耶稣行在加利尼海 那不信耶稣人都明白的 是不是 这句话大家都明白 但是譬如说 重新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一个不信耶稣人 他是不会明白 怎么重新呢 就是他不能够想象 因为他不是信耶稣的 他不会明白 什么叫重新 为什么里面有一种新的生命生出来呢 说到保卫斯来到叫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责别自己 为什么里面有一种声音呢 还有呢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为什么有圣灵的感动 在他来说 他们是不明白的 或者为什么被基督的爱激励呢 他不会明白这个 所以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明白 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的 还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太清楚的经文 必须由清楚的经文 辅助解释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如果经文不太清晰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需要其他的经文来解释的 在这里 讲到这个经文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下面的经文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上面的经文呢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如果有人看这些经文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真的有人这样解释 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有人就说 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 所以犯罪都不要紧了 你求神圣的就行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教导 在香港可能你没有听到 但是宣教的地方 我听过很多人讲过 就是他们说呢 直接有人这样讲到 他说呢 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 所以我们不用讲罪的 有罪就神就赏面了 他就还说 你们说处理罪 你们没有罪吗 就是他就用这句说话 那难道你们说处理罪 你们对付罪 难道你们没有罪吗 所以他就说那些人是虚假的 所以其实每个都有罪 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 是将圣经模糊了 那是在 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那六章十五节就解释了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所以这个经文就解释了 有些人就断章取义 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 所以不需要说到悔改 或者不需要对付罪的 每个仲要教义都需要圣经用清楚 而不是象征性的语言写出来 就是清楚的经文 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一起读一下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khren 人子降人 亚之亚 这个经文呢 我们通常ıyla解释 就是说到 闪电 sessions由东边闪到西边 那么人之降人 就是这样 就是说闪电这样去 好了 东方闪电说 闪电由东边发出 就是她是中國人出來 一直照到西方 人子回來都是這樣 由這句釋經 就會說這個閃電就是 一個女人 在中國出來 她就是基督 是基督 這個經文是沒有說到 她說人子降臨 人子回來 但是怎麼會基督變成聖 變成一個普通人 這個經文是建立不到這個神學的 但他們就用這個來建立這個神學 而且馬帝24章26節很清楚說到 基督在抗野 你不要出去 如果有人說基督在外屋 你也不要相信 所以這個經文也告訴我們 基督不會這樣回來的 你看得到在地上的意思 你不會在地上見到 你會在天上見到她 但是她就會說她在地上 就不在天上 其實聖經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建立教義 就要用清楚的經文 如果有些經文 我們不能夠達到某些結論 就不要勉強治下結論 即是說不要 有些聖經沒有清楚說到的 不要下一個定論 這裡我們不詳細說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佛洋神聖誠 查經法 如果聖經的致詞 代表另一個意思 是需要聖經說明和上下文解釋 譬如下面那裡 啟示六十七章十二節 有十國就是十王 他解釋了 但是聖經沒有解釋那個獸和大淫虎是什麼 他有講到他的影響力 他有講到他的 不是吉從真神 但是他沒有講到 他是一個 是一個國家 一個機構 因為怎樣 是不太清晰 雖然他講到這個獸是有國 那是否一個帝國呢 是一個怎樣的國呢 即是我們不太清晰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夠效盤語 譬如有些人 他又會 曾經很久之前有寫到 他講到這個 活後的這個 從北方來的勢力 他就講那個字 就很像俄羅斯的那個字 所以他就說 這個就是俄羅斯 這個在很久之前 有一本書叫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就是講到這個地球 將來會消滅的 就講到活人 很多元的應驗 他就會講到 是哪個國家應驗 其實 現在都有人講 奧巴馬就是基督 這些其實 我們不能夠肯定的 這些是 一些講到聖經的語言 應驗的時候 我們不肯定 我們就 一定要有聖經清楚的 講出是什麼 另外 這裡就講到 比喻了 聖經的比喻 我們不詳細講 之前我們講過的 當聖經講比喻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比喻是什麼 譬如說 我們學務主 我們學務主 好像六學務溪水 到底是講什麼呢 是不是好像那些 六跑得這麼快呢 可能都會 是的 你學務可能跑得很快 是不是 好像那隻六 那樣的人 每個人四腳爬爬 去學務神的時候 就會四腳爬爬去學務 這個有點牽強 我們好像六學務溪水 正確爬爬爬 就會很牽強 我們最簡單的意思就是 六頸渴很想去喝水 於是就跑去喝水 所以我們都會這麼學務神 所以就會去親近神 這個就是一個 通常來說 覺得最像這個比喻 譬如有時候 人都會這樣說 譬如像猴子 那些像猴子 而牠瘦 就是牠跳來跳去 你看牠上下文才知道 解釋聖經的樣子 就是凡這些好象 我們都要去解釋 那這個是一個 我曾經學過一個 查經的方法 大家可以用 你以後都很有幫助 就是在聖經裡面 那個因 果 那個果 你的箭咀向著果 那你就去分析 還有寫一二三 這個經文 以忽所書二張六折 我一起讀一讀 好嗎 當我們死在過範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 耶穌基督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並知道 他向我們這順的人所獻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去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我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 也都超過你 這裏下面一段 就是以忽所書一章十九節 請先錄 以忽所書二章六節 這裏講了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 死在罪惡過範 這裏我寫了一個詞 就是 渡過範 即是說過範叫我們死 不過亦都可以在他中間 不過中間就很難用這個圖畫代表 即是你很難畫 即是好像那個兜 那個兜就是過範 我們就在過範裡面死了 就是因為我們有罪 所以我們死在這個罪惡過範裡面 即是死和過範有什麼關係呢 其中的關係就是因果 過範所以會死 他就叫我們活過來 當我們 這個key word很重要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即是說 神就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就是一個箭嘴 就是神就叫我們和基督 有三個動作一起活過來 然後他又加多一句 這句是一句家賊的說話 其實應該跳下去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 耶穌一同父一同在天上 但是呢 這裡又加多一句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就加多一句說話 來形容這個得救 即是我們得救 是本乎因的 不過因和救 哪有先哪有後 因典先還是得救先 因典先 所以因典和 一個是次序 另一個是因由 另一個是因由 到底想說是因由 還是想說次序呢 本乎因 即是甚麼 出於因典 即是來源 來源是因典 這個呢 有些人說 這樣看聖經就很慢 其實不要緊 慢慢來 那你就會明白多些 是本乎 來源自 來自因典 我們得救是來自因典 即是本乎因的意思 我們和他一起活過來 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三個 即是有三個後果 但是這三個後果 一同在天上 是甚麼意思呢 首先你看原文 你要知道這三個動詞 都是過去式的 翻譯做英文 你就看得到的 是很清楚過去式的 接著《以弗所書》一章十九節 就講到 坐在天上是甚麼意思呢 他說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示的能力是多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照他 我就寫一個等號在那裏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等於那種能力在我們身上呢 就是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 是不是 即是耶穌復活的大能 今天都給了我們 即是我們都可以叫人死人復活 我們也都可以 我們將來就會復活 我們可以祈禱叫死人復活 真是有很多次人 是死了之後祈禱復活的 這個是真事來的 那運行 我們當中照在基督身上運行的大力 這個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去復活 那個關係是甚麼 大能大力和復活是甚麼 那個關係是甚麼 一個是因 一個是油 不是 一個是果 一個是神的大能大力 就叫他從死去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有另一個後果 叫他坐在天上 其實這裡是否可以寫一和二 一就是神的大能叫他復活 然後坐在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然後坐在天上是甚麼意思呢 遠超過 所以我用過這個符號是甚麼 大過 一切執政掌權的這個例 大過 這個講到叫他從死去復活和坐在天上 先看看這個經文 他叫我們做甚麼 一起活過來 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在這裡多了一個活過來 我在想 為甚麼復活 好像很類似 不過其實有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一個就是 好像你騷醒了 然後復活 起身了 整個人起身了 然後一起坐在天上 有些人就說 這個經文是甚麼意思呢 從耶穌一起坐在天上呢 你看到下面 你就明白了 即是說 原來神已經將這個權並 耶穌聖過萬有的權並 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趕邪靈 我們也可以求神給我們這個權並 去到某一個地方 將福音傳到一個地方 建立神的家 讓神的工作大大興往 這個地方 神給我們這個權並 或者在你們的工作的地方 你們的職場 你們的公司 神賜給我們的權並 將福音帶到這個地方 其實神將這個權並賜給我們 我們有信心呢 是可以的 同樣有兩種人 有一種就說 唉 傳方很難的 傳不到 他們傳過了都不信 但有些人就說 堅持下去 有愛心 始終會相信的 然後跟著有一個突破 有一個人相信 跟著他們兩個一起 建立 他建立他生命 跟著又多祈禱 跟著又帶下一個 跟著帶下一個 慢慢變成一個群組 在那個工作的地方 你覺得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有些人永遠都說 不行的 我公司不行的 做不到的 他就永遠都放棄 但有些人 他真的有這個權並 因為耶穌給了我們這個權並 勝過一切執政掌權 其實基督徒 你試一下趕邪靈 有機會趕邪靈 你就不要快點 立即打電話給我 你自己趕先 試一下 這個讓你看到你自己身上有這個權並 是吧 試一下 試一下 好 現在我講這個法陽神聖證 查經法 大家可以看著我 不用看那裏先 就這樣聽我說 在我讀神學的時候 很強調一個教導就是 分辨律法與福音 我當時來說 我不是很全然拿得到這裏 但是我明白 是應該多講福音 但我說福音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說呢 但是當我一直看聖證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 有時福音 不只是耶穌為我們死 而是神的恩典 當他廣闊為神的恩典的時候 是很多的 神有很多的恩典 當我越看神的恩典的時候 就越明白 而且當我1998年的時候 經歷四年充滿 當這個報道家為我按手 神的能力 就是神的能力 好像電流湧進來 又同時經歷到神很大的愛 感動得很厲害 感動得很厲害 感動得很久 而且我為人們祈禱 有時看著人們 哭不哭得很厲害 或者很大的釋放 很大的意志 變了很多 我真的很震撼 接著我就開始 更加去想神的恩典 第一次我想到 哇 神真的來到 譬如我每一節祈禱 我立即感受到神的喜樂 我就覺得 哇 即時感受到喜樂 那我會不會失眠作用呢 那我就試試不要想喜樂 就想耶穌 耶穌 那你喜樂又湧出來了 耶穌 那喜樂又湧出來了 那我就 一路去了解的時候 我就想到 神就是喜樂的神 因為天上呢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天上是快樂的嘛 那我就開始明白 即神就是喜樂的神 那我就 又經歷到神的愛 一想神的愛 就想到神的愛 經歷到神的愛 那我就開始看得到 神奇就是整天在做功的 我又看到聖經說 在他在我前後環繞 我按照我身上 從詩篇一八三十九篇第五節 他在圍繞著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那我就越看聖經 我就越看得到 神其實又早到晚 又服侍我們 他呢 又經常想念我們 婦人 因能忘記她 吃下嬰孩 連續她的神明子 他經常在掛著我們 他呢 又在天上定了他的旨意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經寫了你的賊相 詩篇一八三十九篇十六節開始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其數 神就寫了很多意念 於是我將這些 一路看下去的時候 神在永恆 聖經也都說到 在永恆 未創世之前 已經揀損我們 神已經揀損我們 已經定義祝福我們 然後到那個時候 他就差遣人了 譬如我得救的時候 周圍很多個人 幫助我 以至我得救 還有呢 我在我的成長裏面 雖然我沒有一個人 真的好像我現在 督促你們這樣 即是跟你談一下 你的生命如何 處理如何 你可不可以提升 你可不可以參與服侍 嘗試去服侍 是沒有一個人跟我講過的 我經歷聖靈 有人告訴我 你經歷聖靈 可以有很大能力的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我對耶穌的時候 也沒有說 你生命很寶貴 你要多些親近神 多些操練 多些傳呼音 你就會使用神 沒有一個人跟我這樣講過 甚至廣道也沒有講這些內容 即是廣道如何興起我們的生命 但我聽到那道 我就照做 其實神自己目讓我 我想回 神很多次提醒我 當我軟弱 神又提醒我 我越想越覺得神 真是 好像 埋身師父那樣 他有時候用人 有時候他直接感動 直接感動我們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不聽話 他一樣 不厭其煩 慢慢感動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 哇 神真是 很有耐性 當我們不聽話 他一樣是繼續 他不是罵到你懶 他提醒我們的時候 不是用一些負面的聲音 他是一種很柔和 很令人感動的聲音 的意念 也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有時候 一句說話 神真的很愛我們 忽然間 那一次又會很感動 神就會用這些 不同的方法去幫助我們 我又看花棗樹木 神真是做得很漂亮 我們欣賞 聖經也說 你看那些野地的八月花 他又不仿又不織 但是他所穿的 比所羅門更漂亮 我真的 真的很漂亮 麻將也不會餓 所有不同的動物都不會餓 神啊 你真是很奇妙 我就越看聖經 聖經所說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呢 有時候不愛主 十年 二十年 幾十年 忽然間悔改 我以前真的很虧現神 忽然間悔改 神一直感動不動 我越看聖經 我就開始看到 越來越多了 我開始有這個 講道的神 開始 整天講神的恩典 神是真的很祝福我們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還有那些重担神經 我曾經試過有懼怕 因為被人批評 我心裡會害怕 那我就跟自己講 神現在在愛我 喜歡我 神興興我 神是說不介意的 所求於本家的 是他有忠心 忠心就可以了 所以我已經忠心 我不用那麼被人影響的 我發覺神一直提醒我 還有我用神的說話提醒我 神在愛 神在愛著我們 的時候 我很快被提醒 大家想一想 當你很低沉的時候 當你嘗試 我們跟神的親近的祈禱 有些是領受神恩典的祈禱 有些是回應神 回應神就是這樣 感謝神 讚美主 感謝主 但是當你很沉的時候 有些人說 你感謝神 很累 覺得很辛苦 覺得祈禱很慘 比較難一點 但是當你很慘的時候 你自己告訴自己 或者有人告訴你 神知道你現在受人苦架 神已經寄了生命策 神現在陪著你 神現在興起你 還有神安排一個人 神安排這個環境 雖然你有困難 但是神有方法幫你 是否容易得到幫助 大家不開心的時候 有人說 你讚美神 還有他說 耶穌現在知道你的痛苦 耶穌跟你在一起 其他時候可以經歷神的安慰 是否很不同 我就發覺 原來神的恩典是給人力量 那你說 我強的時候 可以多一點回應 的確可以回應 但是 當你強的時候 如果你說 神很喜悅你 神會大大使用你 會興起你 賜給你各樣的恩賜 你需要的恩賜 神會給你 神會給你機會 是否這樣的時候 你更有信心去做 但有人說 你要傳福 你快點傳福 你要救靈魂 那些靈魂落地獄 快點救 那麼 那是否覺得 只是覺得要做 還有你覺得 神看重你 而且你做在他身上 真的很寶貴 他永遠得福 那些恩典 激勵性更大 所以聖經說 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死了 凡者他替眾人死 事叫那聲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 死而復活的主活 就是講到 神的愛激勵我們 所以我就开始 神就给我的意念 就更多去讲神 其实我们是宣扬 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宣扬神的美德 神的恩典 神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传救恩仇 就是说 你悔过信耶稣 耶稣要救你 那你就是说人做什么 我们就说 耶稣真的在永恒已经认识你 神已经定义想救你 神知道你的困难 他很想救你脱离这个困难的情况 救你脱离这些重担烦恼 赐给你平安起落 有永生 并可以享受生命的 是不是这样很不同 不是说耶稣救你 你可以带去天堂 耶稣为你钉十字架 你现在悔过信耶稣 正是说 你悔过信耶稣就得救了 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到人的角度了 用神的角度 所以我现在看 正是用神的角度来看 就发现领受更多更多 好了 上面就是说 用神的角度来看 和恩典的角度 就明白和感激神的美善 圣情和作为 用神的角度来看 慢慢 就深信神一定会祝福信靠他的人 其实你未信靠他 就会祝福的了 但你信靠你就会继续祝福 就会对神有信心 相信神会发挥生命 神会搞定我的 例如有些人 有些人很窮 很惨 没有钱 你祈祷吧 神会帮你的 你祈祷吧 那些人说 我现在没什么力量 很担心 但你说根据圣经说 神都会照顾麻雀 照顾八下花 神又会照顾我们 所以神是一定会照顾的 神又给我的意念 上到天上 神都需要对你 说对不起神 神不需要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忘记了你 我太忙了 你请你原谅吧 我真的帮了很多人 我只留了你一个 所以你就会比较可憐 其他人没那么可憐 你一个最可憐 神是不需要向我们道业的 神会说 你看看我一直在做 虽然我帮那么多人 但我其实是一路帮 逐个逐个帮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 那个人更加被惊喜 总之那个人有烦恼 哎呀 我前路不知怎样 神已经定了你的前路 死在天上 是很好的 不是不断移的 在这个时候虽然有困难 你信靠他 你就会发挥的 那是否很不同呢 对我们的生命很不同 令我们对神的信心很不同 知道认识原来我们的神 是一个这么接近 这么可爱 这么喜欢我们 这么祝福我们 凡事帮到我们的神 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整天都是对你好 你做错事 他就说 不要紧要 没有问题 你一定 我原谅你的 你继续向前去吧 但往往在人那里 我们不是得到这样东西 你如果得罪人呢 譬如你那个人 有个很美的花瓶 已经叫你很小心 你不要撞听我的花瓶 接着你 你砰一声撞见了 他在一个锤帮走出来的手 第一个眼神是什么呢 好少人说 不要紧要 你没有伤就行了 好少人立刻会这么反应 第一反应 比如你 令到你的老板 损失了一千万 老板不客气 不要紧要的 没有所谓 有你就最要紧要的了 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老板 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 周围的人 实际上找不到人 这么无条件的遥述 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 变成无条件的祝福 所以我们应该每个都说 哎呀 我真是很有福 真是好 我真是很有福 很多福气 是不是应该每个都是这样的 你看看你的位置的弹量 我真是好 真的很多福气 你很多福气 真是好 应该每个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是很不同 但有很多基督徒 哎呀 好惨啊 好辛苦啊 哎呀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因为他看不到神的恩典 好了 用人的角度看 哎呀 信仰有些人都是用人的角度 或者是查经都是 用人的角度看神为人生 就可能会觉得神很远 会怎样 神啊 我需要你快点来帮我 很多人 很多人是这样的 神你什么时候帮我 神都忘记了我 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神好像忘记了我 我一直这么久都被帮我 是很多人的说话 因为他用人的角度 因为人的角度 事情未解决 即是神未帮我 神没有帮我 或者神不爱我 但是用神的角度 他说神有定义 他一定会照顾我 所以我不用担心 可能会不肯定 神是否对自己好 很多人都会这样说 哎呀 好像我这样 就是 small potato 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神还是不太看重我 就会有一种对神的不肯定 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特别 或者觉得 只是神都想要有 有些交流 我就想要 神啊 麻烦你给个美老婆我 麻烦你给个好老公我 就是只是想要 神啊我需要一份工 你快点给我 就是变了一个人 变了自私 而不是经常用神的角度去看 好了 这个进程 这个我所说到的一些进程 不是一定要有的 不过是提议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理解经文的意思 就是明白他说什么 第二 从经文中发掘深入的含义 可从相关经文 第二个就是深入的含义 第三 从经文发掘神的圣情和作为 也可以从整本圣经 找出相关的神的圣情和作为 这个意思就是在经文找 但是有时候经文没有 你就从全本圣经找 比如说不要让魔鬼留地墓 这句经文没有说到神是做了什么 但是全本圣经是这样的 你看看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经文没有 神是胜过魔鬼的 因为神给我们拳并 是胜过魔鬼的 神会凡事帮助我们的 所以 神里面的祝福 还有魔鬼是偷竊杀害的 所以 我们知道魔鬼是来偷竊和杀害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魔鬼留地墓 因为你让魔鬼留地墓 他就会抢你的东西 他会杀你 他会毁坏的 那你就明白 神是祝福的 魔鬼是拿走的 所以你被魔鬼拿走的时候 那你就会失去这些东西 当你深信神的恩典的时候 魔鬼是拿不走的 那你走在神的路是最好的 第四 一起读 从经文找出其他的教导 除了神的圣经 也有其他的教导 包括神的戒命 神的吩咐 接着第五 人的反面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神的爱 神真的很爱人 不过基督徒爱人多不多呢 很简单一件事 我那些事讲到我问一下 这个弟兄姊妹有哪个 认识得这里 十个二十个弟兄姊妹 有些人会不会认识的 这里你关心过几多人 很多人不会关心别人的 你来到教会会不会和别人聊天 很多人是没有的 是和熟朋友聊天 即是说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充满爱心呢 他有时有 应该这么说 他方便和舒服的时候就有爱心多一点 他不太舒服 不太自然的时候 尤其那些击过他那些 是很难有爱心的 就是说对比之下 人的爱心很有条件性的 但是神的爱心是无条件的 很简单 你比基督徒生气都好 他未必真的会遥述你的 他遥述都有些限度 他都记得那次你得罪他 这个就是人的遥述 很大的分别 由这个你就看到 人的遥述感 但是神这么好 所以我们这个悔鬼了 我们要真的好像耶稣 并且感激耶稣 这么无条面的赦罪 其实当你越认识人 是不是越觉得神的赦罪 是很特别 神的接纳很特别 神的提升很特别 你有没有发觉 有些人一叻他又会妒忌你 是不是 你不够叻他就踩你 你叻个头他又会妒忌 但是神永远都不会妒忌 人的正面例子 有些人有神的恩典真的很好 有了 如何 就是说看经文 有这些 那如何走出来 如何信靠尊重 以及活出这个经文 激励挑战 我们可不可以 靠着耶稣开始这样做 活出神的爱 好不好 好 我们真的开始 关心人 做一件小事 好的事在他身上 时时做一些好的事 其实有时候爱 譬如很简单 大家相处或者爱家人 是可以由小事做出来的 当你看到那人找东西 立刻帮他找东西 那这个是有爱的表达 但是有些不是他在家 他找的他的事 他找的不关我事 为什么要帮他找东西呢 但是你关心他 就是由爱的表达 或者他想拆牙 你帮他拿着牙膏 放进牙刷座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是否他不够力拍牙膏呢 绝对不是 这个动作是一个爱的表达 这个其实是很小的事 你看到他拿东西 立刻帮他拿 已经是一种爱的表达 那这个就是 激励他 可不可以今天开始这样做啊 可以 看看你们哪个人 现在祷告了 应用这个经文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诗篇 诺三篇第一节 开始我们一起读 然后我们用这个经文 用这个法阳神圣证查经法 应该大家也有一个经文 在小组的茶励一起读 大卫在犹大抗野的时候 作谣者诗 神啊 祢是我的神 阿诗 好 这个经文是大卫的呼吓 试试用一种 好逼切 好有信心 好亲近神的 口吻读 好吗 神啊 祢是我的神 我要牵着祢 尋求祢 在光看皮佛无水之地 我喝上祢 我的心 慈恕你 我在圣所中 曾如此遮阳你 唯要见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因为你的慈爱 比心未够好 我的嘴唇要重担你 我还你的时候 要这样听众你 我要奉你的命 举手 我在床上祈愿你 在夜间的时候 思想你 我的心就饱足了 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 欢乐的嘴唇 赞给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的翅膀 任下 呼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好多人看这个经文 就会看到 我要学武 学赏 赤武 尖养 但其实当你看的时候 这个经文是讲了很多神的性情 和他的作为 当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看到神的尾线 神啊 你是我的神 当大卫在这个抗野 没有人帮他的时候 有没有人是他的朋友呢 没有 但他有 神啊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一句说话 我太太很喜欢我说一件事 他很喜欢有时我写 我的 很喜欢你是我的 他很喜欢我说 他说他喜欢什么呢 我的 不是就是说 你属于我 不是就是说 你是我的 甜心 比如这样 你是我的甜心 是我的 这样 那时候呢 很不同的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是属于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江南皮佛无水之地 我学赏你 我心切无力 这个讲到都是大卫的渴慕 但是有一件事 大卫为什么会渴慕呢 你看神的性情 就是他 是可以被寻找到的 是不是 其实他是找人先的 从全文圣经我们看得到 戴威其实 是神去那里 呼召他出来 兴起他 然后当撒谷尔高立他的时候 神的灵就大大感动 他同一日开始 他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神就给他这个聪明智慧 和能力 打量去打这场仗 当他被追的时候 然后他被追之前 他在奏音乐 扫罗身上的邪灵就赶出来 然后他被追的时候 在抗议的时候 神就祝福他 变了很多人去帮助他 就是说大卫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是神兴起他 后来当大卫犯奸任的时候 神都没有扔下他 他认罪的时候 神立刻就赏了他的罪 就是看到神是兴起他 不是大卫 怎样聪明 从这里看到 他会每次寻求 他背后的意思 比如很简单 我们会不会去寻求 比如俄罗斯的总统帮我们呢 我们不会有俄罗斯的总统 你也会帮我们的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 会不会寻求香港的特区政府帮你呢 有些事故会帮你的 但是你说我很没钱了 特区政府麻烦你帮我先 我真的很惨 今天饿死了 不行了 其实也有的 的确有的 他有一些社区的帮助 有一些社工的帮助 但是他不会永久帮到你 就是他帮你都是一个限度的 就是寻求的对象 对象不帮你的时候 你帮不到的 但是我们的神就可以寻找到 这件事是好消息来的 有很多人的神是寻找不到的 他都求很久没有后果 没有结果的 我那时候为人祈祷 他说哇 你祈祷很舒服 我说佛祖和黄大师 这个观音也没有人也舒服 他说没有 耶稣是可以寻找到的 是不是很好啊 是的 所以你这样 哇 他直接找我们 这个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是很不同的 神是整天来找我们 事实上他找我们的 所以我们寻找他的时候 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当我第一次 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跟着我叫耶稣 哇 立刻那些能力涌过 到今天都一样 耶稣立刻那些喜乐涌流 就是神是整天都在的 当你想到神是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很好啊 所以对神的 对神是一个 如何的神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你是可以被寻找到的 我渴想你 我切勿你 你切勿 肯定我们不会切勿 大陆那些洗手间 不会切勿的 我肯定你会切勿 快点出回来 因为他们的结果不是那么好 而有些人所做的 我们不会切勿 因为他们做的实在不好的 我们不会切勿去吃那些 拼头丸啊 试试这些东西啊 这些是不好的人 但是神是美善的 有些事情我们都会切勿 会学勿追求 有些人读很多书 有帮助的 提升他们的能力 提升知识 提升他们的前途 但也有限的 所以那些人不会永久读书 读完就输了 但是我们的神 你寻求祂 是有不断的福气给我们的 对不对 这些我所说的就是我解经 因为我现在引你们查经 时间就很长了 所以我就是解给大家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寻求神 譬如我们现在会不会去 香港去佛金寻金呢 会不会寻金呢 曾经有人去美国西部寻金 但现在我想都没什么人去寻金 因为已经被人寻了 你会不会去迷达公园 你看看有没有金 那里寻不了 是没有的 除非有人刚掉了金戒指 是找不到 但是我们的神是找到 所以这个第一节 是否告诉我们 哇我们的神真是很好的 是很近的 让祂寻我们的 好了 第二节 再读一次 我就是圣所中曾如子之妙力 唯要见你的能力和荣耀 这里给我们看到些什么 给大家想想 看有些神的能力和荣耀 是可以什么呢 可以瞻仰看到的 大卫说这些说话 到底它是形容的 其实那时候没有圣殿 第一 我要知道 所罗门的圣殿 那时候没有的 所以那个圣殿 他们并不是有这个圣殿 当时是一个 是罗敬拜的地方 并不是有一个圣殿 大卫有没有见过神的荣耀 有没有见过神的荣耀 由诗篇22篇 我们会觉得他有见过 因为他看到耶稣经历的事情 他本身经历到耶稣 所以大卫其实是有经历过神的作为 他会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他就很想 即是说神的能力和荣耀 是可以看到的 虽然不是每个人看得到 即是眼睛看得到 譬如我们刚刚释放的那个姊妹 就看到耶稣 有些人看到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经历到的 当你在神的同在 一直享受神 是否会发觉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舒服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喜乐 越有能力 对不对 越亲近 是会进入这种状态 就是说神的荣耀 其实虽然眼睛看不到 是可以经历到越来越强力 有些人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 第三节 一起读 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更赞你 这个很清楚 这句就很白了 神的慈爱是怎样的 生命更好 有些人说 有条命不是更重要的吗 但如果我们有条命 但是没有神的爱 其实条命都很苦的 但是神的慈爱 给我们今生得福 来世永远得福 就是他会说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们有时会比较一些 的价值 这件事比较更好 但是我们觉得生命 已经是最高的了 就是我们人生所拥有的 最重要的 当一个人 很有钱 有个医生说 你现在的病 我可以立刻医到你 不过要你一千万 如果你是李嘉诚 他说一千万 你不会给他吧 如果他真的医到你 你一千万 价值肯定 你不是愿意给那剂药 我真是一千万 你都会肯给 因为条命比较浅 更加什么呢 更加重要 更加宝贵的 但是这里说呢 还有一个要比条命更加宝贵的 就是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什么都有了 神的慈爱 是什么都有了 包裸万有 全部什么都有了 是不是很好 我们有神的爱 真是好得不得了 很多人呢 很追求人的爱 人的恋爱 觉得非常好 人的恋爱 都是好的 不过呢 很多时候都失望的 是比较少 真的很满意的婚姻 过得去的 OK的 都有很多 不过呢 都要整天忍耐的 都有很多 但是神的爱呢 有没有人说 我要忍受神 真是惨 我要忍受神 不是忍受神 是享受神 不过你有没有进入神的里面 神的词 如果你形容真的非常好 所以呢 我的嘴上要重赞你 这种说话 我要重赞你 是里面有种呼声的 是不是 这个呼声哪里来的 在心里面 但是哪里来 这种心会去呼叫 要重赞神呢 是神的灵 产生出来的 你有没有发觉 你里面有一种呼声啊 祈祷呢 哇 感谢神 尤其是当你听到 哇 神真的这么好 或者是赞美神的时候 哇 神真的好 真的很想感激神 是吧 原来感激神的心 都是神生出来的 生出来之后呢 你感激神就很喜乐 是不是 非常好啊 第四节一起读一下 我还活的时候要怎样清纵你 我要服你的名举手 就是他都会这样去清纵神 在还活的时候 都会这样清纵神 就是说神的慈爱 是整个人生 圣经也另外说 日头还在月亮还存 这里说到我还活 我还是有息 一息尚存 我就要这样清纵你 就是神的爱 可以感动人到那个程度 就是说这个令到 他的动力呢 就是什么呢 神的爱 感动到他 一息尚存 都会感谢神 还有我们奉神的名去举手 奉神的名举手 就是有什么呢 有权柄有能力 就是说神也都将这种权柄能力给我们 有情爱有权柄有能力 一起读第五六节 一切一起入 我就是床上寄完你 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有饱足你骨髓备游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赚你 那这里说到就是 但是呢 睡在床都记念神 不是立刻一声就睡了 是在床上 在夜间的时候会思想他 睡醒的时候会思想 半夜会思想他 我醒了真的我就 多谢耶稣 我分享床就是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一直这样暗自己睡 耶稣真是好 哈利云亚 耶稣真是好 你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神的爱激励 我们以致会这样 好了 接着说到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怎么样 饱足了 骨髓肥有 就是说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令你的心怎么样 饱足满足 就是神 很特别的 他真的会将一种平安 喜乐 爱 放在心里面 亲近神的时候 是得福的 所以我们的神是寻找我们 是爱我们 而当我们亲近祂的时候 又更加得福的 所以当你要看 所以你可以 这个金句 你可以这样 我的心就像饱足你 骨髓肥油 那你就会跟你说 神的爱来到 我就好像饱足你 骨髓肥油 虽然我们对肥油 不是很有好感的 在他们当日来说 肥油是不可以吃的 是要献上的 因为神要他们健康 就不要吃肥油 就献上 他们对肥油 有羡慕的 喜欢的 笑到哩哩哩哩哩 会饱足 就是神真的会饱足我们 我也要欢乐的嘴唇 去赞美 就是会开开心心 这种开心哪里来呢 神开开心 就是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我们感谢神 有些宗教的神 是一个黑苦的神 是一个惩罚的神 是一个很恶的神 有些黑脖脖的神 在那些庙里面 但是我们的神 是一个开心的神 是一个欢乐的神 去到天堂 是开开心心的感谢神 真是好 其实很多人认为 宗教是这样 反着口面的 但是既然神做人笑 笑都是神的那里来的 所以在用神的角度来看 万物都是神的那里来的 其实中文有些人认为不好的 我觉得有时未必是对神公平的 他们中文不喜欢狗的 但是狗的那种活潑 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 他看到人在那里 吃不饭 还有我试过一次 我去打波士 看到狗在那里 他就叫他坐牢 他就去室间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波 就是我主人走 没理由看过主人 接着狗一身起身 看着狗 原来主人开始走回来 他就在那里 整个弹在身上 真的很喜欢过主人 我真的觉得 在那么多动物来说 狗是很特别的 真的有时他三不知七个人 他就来问你 舔你 当你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其实他是一种 很友善的表达 狗是有感情的 当我看到这些狗的感情 我就说 神是充满感情 我就很喜欢神 所创造的万物 我也很喜欢 就是我会欢乐 神是赐给我们欢乐的 第七节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赐帮的任下欢呼 这个讲到神做什么呢 第一就是 他是帮助我们的神 他记住神帮助他 还有神是可以给人 喜乐的 喜乐到欢呼的 哈利路亚 是可以从心底下发出的 第八节 我心紧紧地跟随 你的右手扶持我 我又会有动力 去紧紧跟随 你紧紧跟随 看你跟随谁 当时有首歌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那个女孩这么唱 那个男孩 我还有别的女孩 两个女孩很想 I will follow you 但你所跟随的是谁呢 我们所跟随的神 是神的话 他永远都会同一层 但你跟随人呢 是会令我们失望 我们的神 你是可以永远紧紧跟随他 他永远感动你 祝福你 是不是很好呢 越想越好 还有神会怎样 右手会怎样 扶持我们在软弱的手 当你看圣经 用神的角度来看 真的很多好东西 有时候有些经文 未必直接讲的 你就要去 在全本圣经那里找 下一次我们会继续 帮助大家 我相信这几堂过完之后 我们大家个个都 啊 神真的好 但不是代表你个人走路 都会变成这样 不过你的心就 哎呀 神啊你真的好到不得了 神啊我们有你真的有福 我们一起祈祷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实在有一个很美善的神 非常美好的 你是各样的恩典 你爱我们 你揽损我们 你呼召我们 你感动我们 你保守我们的信心 你一路提升我们 你呢去寻找我们 你遥恕我们 你卸摸一切的罪恶 你呢是时时陪着我们 想念我们 你感动我们 你加力量给我们 给我们恩赐能力 给我们侍奉的能力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多谢主啊 你的恩典实在多到不得了 我们全心感激你 全心赞美你 我们全心跟随你 全心 爱慕你 享受你 在你的里面 被你的爱所激励 求你帮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看多些神 是怎么样的 认识神 用神的角度看圣经 用神的角度看世界 用神的角度看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对于前路有信心 因为神是会照顾我 神会帮助我 神会提升我 多谢赞美天父 祝我们有你真好啊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